调皮了一辈子的奶奶今天再次心血来潮 她要给爷爷变一个年轻人都爱玩的魔术 把硬币变到瓶子里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爷爷会上当吗 爷爷这应该是你 第两千多次被奶奶整了吧 放肆了一辈子 也不差这一回了 幸福有时候就是吵吵闹闹一辈子 却依然相亲相爱 这不爷爷又惹奶奶生气了 爱撒娇的奶奶会如何反击呢 我要用小泉泉捶你胸口 捶你胸口 大坏蛋 糟老头 讨厌 让你欺负一辈子了 也不哄哄人家 人家超想哭的 爷爷奶奶 你们这是在吵架还是在秀恩爱啊 我们是在撒狗粮 让你不找对象 恋爱中的男生经常会遇到女朋友的陷阱问题 比如 爹爹你下辈子还要跟我在一起吗 当然啊 我又是什么时候啊 我不只是下辈子 下下辈子都要跟你在一起 而且还有我妈 还有六个姐姐 一个哥哥 加强要有师兄弟 你要这么回答就死定了 哇 师兄弟啊 那么正确的回答应该是怎样的呢 爹爹你下辈子还跟我在一起吗 这很烦 你不要再问同一个问题了好不好 为什么 这个问题 你上辈子 接下来是一道让无数男朋友阵亡的经典问题 嗯 我跟你妈调到台里 你会先救谁啊 白痴的 我当然先救你啊 你要这么回答就死定了 我下辈子 那么正确的回答应该是怎样的呢 我对你怕交到海里会先救谁啊 我两个都不用救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爱你 来到海湖食安